泽伦斯基欧洲行最后一站 来到三个月前才访问过的英国 直升机已降落 马上和英国首相苏纳克来一个大拥抱 两人感情超好 不只抱了一次 苏纳克带泽伦斯基参观历史悠久的汽克斯庄园 也不忘谈正事 名奖就是来要战机 不过乌克兰最想要的F-16 英国并没有 只能帮忙协调取得 而法国态度也软化 欧洲行百忙之中 泽伦斯基还拨控 视讯参加哥本哈根民主峰会 喊话北约7月开会 讨论乌克兰加入的事情 他也在火车上向国人报喜 刚从英国拿到新的一批飞弹 和长城打击无人机系统 相较之下 俄罗斯上星期 两架战机和两架米巴直升机 同一天被击落 俄军折损四架军机 吓到盟友白俄罗斯 总统卢卡申科现身指挥 提高警戒 这也是他身影一星期后 首度露面 甩开重病传言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